大家好,我是Chart Reader Cup 美股道指标普500,罗素2000指数都创新高 这个月发生的调整市似乎是一个界别转换的过程 这条影片我会讨论Mark Minervini 以前说过的 tennis ball action 的概念 以及重温一下在牛市调整之中要留意什么股票如何议定 trading plan 大家要留意影片的内容是纯粹经验的分享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大家要小心求证,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开始第一件事是要先说一个很重要的 tennis ball action 的概念 Mark Minervini 即是超级职效的他 在我小时候已经说过 Market pullback allows you to see which stocks are tennis balls and which ones are eggs I want to own tennis balls 简单来说 Minervini 说他想持有的股票 跌落地会弹得很高,反弹力很强的股票 而他不想持有一些好像蛋那样跌落地就散 不懂得反弹的股票 怎样判断股票是不是一个 tennis ball 呢? 我分享一些自己常用的方法 我用Square 这只股票来做例子 在最近期的调整市,红色框住的一段是最近期的跌幅 我将那段跌幅斩开一半,上面是橙色框,下面是绿色框 斩开一半的位置就是50% retracement的位置 如果股票下跌之后,可以反弹到50% retracement level 并且站稳 这就算是一个 tennis ball action 股票越化完成这件事 股票越强 这个概念用起一些跌幅较深的股票 指数或者是资产类别 那些跌幅不是那么大的东西 就不用用这个标准来审视 另外这些Tenant Sport Action 是事后才会知道 判断标准是用大市整体的平均来做对比 在星期五收市之后 这个Square 企运在50% Retracement Level 之上 那算不算一个Tenant Sport Action呢? 我觉得初步算是 对比这只PayPal 这只PayPal 暂时有没有Tenant Sport Action呢? 暂时是没有 因为它的股价仍然未超越50% Retracement Level 它之后有没有Tenant Sport Action 还要多些时间,迟些再看看 之后不知道,在这一刻 你想不想拥有这只股票呢? 如果你是Mina Vini 你就应该不想持有它 说回其他,我也有在深度调整时 介入的股票或ETF 这只是契妈Cathy Wood 的ARKK ETF 我在平均价$111 元介入了 是一个Min Reversion Trade 在星期四,我是$125 多一点就沽出了 第一件事,Min Reversion 是一样这样的过程 我说了很多次,不重复了 这个Case ARKK 的股价走势 似不像这个Min Reversion 的图子呢? 在这个ARKK Average 即是Min 就好像是一个50天线的地方发生 所以当这个Min Reversion 的过程 回复到Min 之后 股价如果没有Tennis Board Action 无意反弹回对面的极端那一边 或者它可能会弹去另一边 但是要很多时间的话 我就会选择离场 有指定条件之下的Min Reversion Trade 属于高性率,低胜利幅度的操作 这种牛市调整做ETF的Min Reversion Trade 由于胜率高,1比1的Reward to Risk Ratio 的盈利 已经是非常好的 ARKF 我都有介入 走势其实跟ARKK 类似 但仍未上到50% Retracement Level 的水平 但它的整体跌幅是于ARKK 仍然受得着50天线 我就再给它多一些机会 云电脑ETF CLOU IBB 我都有做类似的交易 我总觉得Biotech 的股票 太多没有盈利的垃圾股 市场的感觉 吾好这一类股就没什么好炒 IBB 我在星期四有些盈利就只赚了 CLOU 就先保持 稍后看看如何处置 好了,说回近期大市 这个表是各大指数这个星期的表现 世界股罗素2000指数表现最好 然后是欧洲股市 最坏是中港股票和纳指 这个表是year today 的年回报 罗素2000指数有19% 去年表现一坨市的法国CAT 今年竟然有9%的回报 第三是日股 纳指最坏 MSCI 中国权重很多中国的科技股 所以表现都是比较差 在契妈被追斩 很多人持有大量科技股 仍然未疗伤之際 道指率先突破新高 IBD 再一次在市场见底之日出 Market in Correction 的信号 出了之后不够一个星期 又要转灯 变成confirmed uptrend 关于大市的看法 我保持在3月10日 在Patreon 发表的看法 重播给大家听 如果大家又跟了我一轮 都会发现我不是很看新闻 或者去留言一些经济数字的公布 而我亦都不太喜欢说大市 或者一些个别股票的故事 因为首先这些东西 九成都是 noise 不单止没用 反而影响我们客观的判断 另外如果市况一有波动 例如刚刚发生过一种牛市调整 当大家同病相连 好像一班朋友去露营 围炉取暖的时候 最喜欢说什么呢 就是说鬼故事 我们经常去到这个时候 都会有一些吓死你的主题出现 都是那句 没什么被真金白银在市场上挖出来的图表 更加真实可靠 这一棵我自己心目中乱股的故事就是 其实这次只是一个min reversion 的过程 炒到很高的科技股 新能源股之类的股票 借着债息标高 以及债券拆借市场的潜在问题 做了一个调整 而因为这些泡沫和over extension 刚刚发生在Caffey Wood做的那个界别 所以它就成为了全城焦点 实际上如果是雄市来临的话 或者是雄市级别的调整 很少会出现某些界别 例如能源、金融仍然在创新高 或者在高位培回 而只是某些界别 例如科技股 新能源股 或者是一些破坏性创新的股 被清洗三至五成的情况 而能源、金融、工业股强 是反映一个经济复苏的预期 据我粗浅的经济学和市场的理解 雄市是不会发生在经济复苏早期的阶段 当然细事无绝对 但在经验上是很少的 而出现某些行业界别被清洗 而有些行业就做得很好的情况 我认为原因是 因为市场的资金实在太多 这些资金一定要有些东西要去投资 在这个市场环境 你会去投资黄金、债券 还是股票、商品和Bitcoin呢? 好了,回到纳志100日线图 左下角是我2月底时乱画的road map 现在我们去到红色箭咀的地方 似乎仍然吻合 都是那句,真是乱画的 会猜错的 这幅是纳志100日线图 图的下方是Williams True Seasonal 黄色高的地方是高危调整的时间 我将它Shift前一个星期 似乎高危的时期完结在绩 关于road map的东西 上个星期在这条影片已经详细讲解了 现在就不再重复了 其他指数,总体股票的代表 罗素3000指数已经接近高位 辅助指标,例如MACD、RSI,都是牛适的 一封是罗素3000指数的日线图 图的下方是Advanced Decline Line Advanced Decline Line创新高 证明市欢是没问题的 契妈Cathy Wood这两个星期说 现在的牛市很健康 是Broadening of the bull market 有人笑它 但这个观点我是完全支持契妈 世界股罗素2000指数创新高 除了纳指,几乎所有美股的指数 都贴近新高或创新高 实在是很难去看淡这个市 道指创新高,刚才都已经说了 这些升市价值型的股票取代科技股领军 世界股价值股破顶 这两个主题加起来的股票就是这样 这个Apple Pen 有一只ETF 叫做IWN 罗素2000价值ETF 大家看到它很牛 11月到现在已经升了62% 在调整市之中,很多人喜欢捞底 但其实最主要你应该要投资的东西 是要将专注力投放在跌得少的股票上 血钱满街的时候,跌得最少的股票 往往就是下一浪的领导股 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说一下星期五爆升的JWN 这只股票是Cup Trading Premium 频道里面 大师兄会员Hammer 选出来的股票 我自己都看漏眼 他怎样选这只股票出来 都是用我们惯常使用的方法 Hammer 在找一些Retracement Reversal 的股票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只股票 关于选股,在这条旧片已经讲解过 没有秘密的 选股的条件 除了股价下限我调低了一点之外 其他东西都没有改变过 原则都是行业的Relative Strength 先走 然后才是股票自己的Relative Strength 最后是Set Up 选出股票之后 议定Trading Plan 都是供这个Framework 去做的 先看Market Structure 然后判断Area of Value 决定进场的Trigger 然后在入场之前想好Exit Plan 先看Market Structure 这一幅是JWN 的周线图 这只股票基本上在2019年 至2020年都在走 Lower Highs and Lower Lowes 的下降走势 是Stan Weinstein 的Stage 4 走势 到了2020年底 它的股价由谷底突破向上 进入Stan Weinstein 的Stage 2 然后变成 Higher Highs and Higher Lowes 的上升趋势 如果大家不清楚什么叫Stan Weinstein 的四阶段分析 可以在此停止一会 看看这幅图就会明白多些 红色圈住的地方 是最近支持位和50天线交汇的地方 是出现Reversal 的位置 3月5日最低位出现Hammer 的Candle Stick 之后一日出现了一支长的Bullish Candle 做了一个One Might Soldier 的Pattern 确认了Reversal 由于这个Reversal 确认了之后 非常接近高位的短期下降轨的阻力 所以我索性将这笔交易做一个突破的交易 突破点亦非常接近20天线 50天线的Area of Value 股价完全没有Over Extension 的问题 星期四股价曾经升穿过这个下降轨 所以我在星期四已经买入了 但收市Squad 股价拉回了 跟着Cup Trading Premier 一段时间的会员 学过Break Out Trading Secrets 系列 应该理解Squad 是突破交易者的家常变范 会懂得如何处理 由于时间的问题 不在此特别长谈 结果这只股票 内心等候也不用太久 第二个交易日 即星期五 已经成功突破 成交量非常配合 Exit Plan 的Initial Stop 我就用3月5日的低位 按一倍ATR来做 其实如之前所说 Chart Pattern 的 Setup 是其次 Industry Group Rank 在前列 然后股票自己本身的 Relative Strength 高 而且近期不断升高 这比Chart Pattern 更加重要 这些 Relative Strength 的东西 反映了市场当炒的界别 我们要留意 Relative Strength 的发展 不用自己猜想 自然都会参与到这些市场的热点 JWN 最后成功突破了 当它突破之后 行了一段升幅 有些人事后才察觉 就会问 这个位置应不应该追入呢 我的 Standard Answer 都是引用 Adam Kool 这个答案 I missed out on I regret I should have gone in But I missed it Darn it Right And you can see right now It's at the top I won't jump in right now Again never chase the girl or chase the boy Right Always wait for the girl or the boy to run into your arms You catch them And then You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As it goes back up again 这个表是我自己持有 亦都在频道发表过的股票 有些股票讲了几个星期 每个星期我新增的重点watch list 一般都不会多过5-7只股票 是精挑细选 目的其实都是演示一些选股的方法 如何设定和执行 trading plan 由于每个人自己的资金量 仓位 性格 以及实际如何落盘的情况 都是不同 举例 例如我之前教break out Trad break out 都有不同进取的程度 你可以采取的entry 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去做 如果只是盲从number 和entry的setup 而忽略了整个选股和设计 trading plan的过程 由于plan不是你自己定的 到了交易进场 有任何发展出现的变数 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manage 相信我 如果你只是blindly follow 其他人的操作 就算你花几万元 John Minervini的private access 最后只会输钱 另一只我们近期大胜的股票 是EVR 都是随着之前 刚才所说的条件选出来的 没有任何human factor 这只股票是高行业 和股票自身relative strength的股票 复苏增长快 低PE 中型股 完全配合当前市场的位口 红色增长是介入的时间 刚刚在调整市出现之前 setup是higher lows into resistance with buildup 浅蓝色box的底部是止损位 这条片说过这种setup 这是higher lows into resistance 是sign of strength的表现 接近阻力位 蓝色那一段紧密的走势 就叫做buildup 大家会看到 介入之后 非常不幸运 大市进入了调整 但是我一直没有主张 dump in, jump out 式的 清仓和建仓 这只股票在整个调整市 我仍然保持在仓里面 3月4号 3月5号 有大波幅 但是你只要遵守自己原先设定的trading plan 就会安全度过 大家看到buildup的底部 即是浅蓝色box的地方 是有一个很好的support 我用一倍的ATR 做这个support的缓冲 即是红色哈拉的地方 从来都没有穿越过这个位置 调整市结束之后 股价随后就突破向上 得到不错的盈利 大家看到3月4号 5号这些大波动的时候 那支BAR就这样看上去 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告诉你 当时的波幅 真是很大的 如果这个trading plan 不是自己订 是跟别人的话 我可以说 就算是我自己 也不会坐得定 波音这只股票 是另一只 我们今次大胜的股票之一 最主要是看到道指破顶 逐个道指成份股来看 而screen 出来的 在周线图这样看 是high lows into resistance 再加上 它是由Stand Weinstein Stage 1 转为Stage 2 的强格局 我在红色战组的地方做了long call 星期五平仓 获你丰厚 好了 很快看看其他大市的东西 上星期我猜 看牛的人低于五成 看红的人高于两成 结果真是看红的人高于两成 但看牛的人 刚好仍有51% 其他股市相关度高的资产类别 例如Bitcoin 仍然在绝对高位整股 Ethereum 有些拉回 但是大家要留意 这种 chart pattern 不一定是cut with handle 如果价格有大幅的向下 尤其是20天线守不住 我会很小心留意 因为 有机会是一个sign of weakness GBTC 的折扬 在星期四有一些收窄 它在3月4日的折扬很严重 去到11.6% 到星期四就下降到1.7% 我在3月5日加的GBTC 的仓位 在星期四我就获利减持 盈利是非常之不错 同价在20天线附近整股 牛价在历史阻力的位置 我自己估计是会有些pullback 因为通常的资产价格 去到一些历史很重要的阻力位置 再加上有些over extension 在这个组合 就算资产价格是很强的话 都会有一些扭扭令令 怎样都会整股一下 10年债息继续上升 由于联储局其实还有买债 这招是没有用的 所以债息根本从来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金价进入了熊市 千万不要有任何幻想 其他地区的股市 上证指数200天线顶住了 但是大家要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tennisport action 恒生指数 又是不是一个tennisport action 又加印花税 又资产增值税 本身已经是一个 令人不太感兴趣的市场 令到参与这个市场的人更加自讨没趣 欧洲股市创新高 例如德国DEX 法国KEG 都如我之前所说 表现非常之好 其他个别股票的评论 和重点的watch list 会在patreon Cup Trading Premier 频道发表 今天先说到这里 希望影片对大家有用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